藍天白雲下綠樹倒映在湖水上 桃園大漢溪山豬湖 生態清水園區二期 十公寢園區趕在農曆春節前就開放了 如果是夏天的話 它還有 好像還有水可以玩吧 清水風 免費停車要有地方逛 你可以小孩子放電 對不對 很棒的地方 中莊吊橋這樣過來 遊客在吊橋上 愜意漫步享受滿滿的粉朵巾 桃園這座生態清水公園 一共有六座生態池 雲河池 雲天池 山影池等等 不論散步 騎單車都非常舒爽 而想沉浸大自然 桃園觀音 輪平溫山地景園區 也很適合 千坪大草皮上綠印環繞四周 還有特色裝置藝術可以觀賞 回溯歷史這裡在日治時期 曾是觀音受信所 也是和歐美日本逆地聯繫的 中藥樞紐 就很安靜 然後有一個小水池 還有一個咖啡館 然後最主要就是 這裡還有一些歷史的一些 一些遺跡在 以前是一些軍營 所以我覺得這邊很有氣氛 在園區內的客家餐廳 紅色六角磚地板 配上白色掃吊燈 復古風情蕴含懷舊氣氛 老少鮮魚 還有招待朋友來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什麼 牛問水嘛 所以我就帶他們來吃吃看 風景很好啊 又可以散步 又可以有美食啊 很有客家味道的食材 在園區內享受陽光 揮灑汗水 佐以客家美食享宴 飽餐一頓 海運觀光性景點 優美秘境 讓遊客流淋忘分 歡迎新聞陳明彥 林委婿謝艾淳 桃園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懷運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